我是阿金 今天给我倒田开始放水了 先放几天再说吧 先把沟里面的挡水袋给打开 现在放出去的水就是我田里面的水 昨天华融团北那边的大堤绝口了 现在还在堵 被淹了 发大水了 有不少的粉丝关心阿金这里有没有问题 我们这边和岛口的地方一个大堤的距离 我们这边的大堤现在正在做防护 也正在那里巡逻 我们这边96年的时候被大水淹过 被大水淹的那种细节 我是历历在目 那么小的年纪我就记得很清楚了 被水淹真的是很惨很可怜的 我们那个时候还好 大家都很穷 那时被水淹了 就一无所有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农场有几万人都出去打工了 到现在估计都还有很多人没回来 这个防汛今年我还没有参加 没人通知我 前几年防汛过两次 由于经历过被大水淹 也经历过逃难 那种感觉我就不想多说了 还是挺难过的 农村啊 家家户户有三灯车还是有用的 如果说靠人腿来走出来的话 那真的是好难好难的 我昨晚上在这想 我这个三灯车实在是太小了 如果我们这里被淹的话 我该先把什么什么什么拉出来 可能是想多了吧 我们这边应该没问题 继续到田里面来说小龙虾了 请了养牛蛙的大师傅过来 收蝌蚪了 我这搞得实在是没劲了 你看这蝌蚪 这不是养龙虾了 看龙虾吗 给这里就不是养龙虾的 给座把养蚌蚪的 你给我搞给布丁的养气室 我 搞给布丁 你把水管生的药 管得过了八十公分 妈妈不信我养我 还搞得闷着个小龙虾 给座的布丁冒进 给哈子很耳朵 很善良嘛 哈哈哈哈 给搞得下 搞不就让的 你学我说的还要进化 哈哈哈哈 给个 我哈子也是给我们养气啊 耗子也是给我们倒气 结果我搞得给了个毛钱了 我根本是不想给他带笔气了 你学个小子的 我盖点核子 想我慢吵了 对 给这个核子 一会儿收就慢吵了 可是核子早该把它放下来的 别给虾子踢 给 给右翼泡起不应该 我漏进 我漏进过去不止 该不止 开始放得压多下来 你这个子搞得法就 你给我洗的手毛子更多 那你干不多给虾子踢 干不出什么手吗 毛手 只把米蚌子给我垮下来的 我弄劲儿不止了 给个框子里面已经有三十斤的 你不要看不起给框子 你学了 我才把两框子 你还给你十一框子 你学了它病的多以后 长得多以后长得安以后 你得有什么东西 给一斤 给一斤搞的七十斤是跑不掉的 发财了发财了 一框子 这里六十斤是跑不掉的 两框子 三框 四框 上面还有一框 哇大丰收啊 今天发财了 这小龙虾可能搞了三十斤左右吧 科朵应该搞了 一百二到一百八十斤之间 我要回去撑一下才知道 这看上去不多 但是好扎秤的 今天没什么虾了 全都是磕头了 哇 这半框就有六十斤 然后一框两框三框 九十斤 这一框五十斤 刚好两百斤 哦 这里还有一点 两百斤左右的蝌蚪 哇 这虾养得我真的是 把小龙虾都搞坏了 这蝌蚪把小龙虾一闷着 小龙虾都死掉了 花了我两个小时去挑牛蛙蝌蚪 手都挑白了 那年夜好滑呀 两个小时挑了应该有三十斤小龙虾出来了 死掉的小龙虾应该有三分之一 这里还有一点小龙虾 这里是死的 蝌蚪在这里的一框两框三框 最开始估计是有120斤到180斤之间 现在撑的话看一下有多少 大家先评估一下啊 我马上开始用撑来撑了 大家看 这一框是71斤二两 71斤二两啊 那一框71斤二两啊 27140斤 再撑一下这个 71斤二两 框子是2斤四两 这一框是27斤八两 这个框子三斤 就是24斤八两 就是24斤 一起净重160斤 牛蛙蝌蚪 净重啊 发财了吧 22斤苗子 22斤苗子 暴晒中 放到糖里面 这个糖之前是放了50斤 加这里就70斤了 自己跑自己跑 现在正在给它加井水 放这里降温 下了半个月的雨 西瓜藤都死掉了 今天西瓜估计得买得吃了 昨晚上在这里加了一个晚上的水 昨天傍晚在这里捞了很多死虾 先这样悠着吧 希望这200多斤的虾苗能够重活100斤 这160斤蝌蚪怎么办 这是个问题 当餵不了这么多蝌蚪苗 是挖坑当肥料呢 还是慢慢剁碎了 喂鸡鸭 喂小龙虾 泡子 我隔壁养牛花的大师傅说 我那糖里面12亩 1000斤蝌蚪是没有问题的 今天都搞了160斤 这里还有大半桶死掉的河虾 小龙虾 还有两只蝌蚪 咕 还活呢 但是这个不能当苗子饭了 只能把它喂鸡了 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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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鸡还在那咯咯咯的叫 咕 咕咕咕 龙虾已经登峰造极了 蝌蚪 亩亩100斤以上了 这拉过来 我只有这几个小汤可以喂啊 这几个小汤 三分田 六分田 七分田 到群里面发了 有没有人要这个喂鲈鱼 没人回我 只能拿回来自己剁了 剁碎了 喂龙虾就喂龙虾 喂不了 当肥料挖坑 给果树埋肥 开始剁蝌蚪了 没人要的话就只能这样 就这样吧 哎呀 还不太好多哦 哎呀 不好弄 慢慢搞吧 老公 芦头 若 五分田 那 好了 继续 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